你們要把舌頭伸出來 要這樣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可是啊 我這兩個小子女很奇怪 她是沒辦法 為什麼叫她伸舌頭 她都沒辦法 好我就問她媽媽 我說欸 妳女兒這麼奇怪 我告訴她伸舌頭 她們怎麼都伸不出來 她女兒怎麼跟我 她媽媽怎麼跟我講 哎呦大伯 真的嗎 哎呦 她們以前小時候 每次只要伸舌頭 對不對 我就跟她們講 對啊 她媽媽就說 哎呦大伯女兒 催起床頭 媽媽用剪刀給妳剪斷 她從小就這樣講 所以她不敢 我跟我們弟弟說 妳怎麼這樣 哎呦 不要英語又亂打 打打打打打打 她說老師 她說大哥真的這麼麻煩 英語要這樣 我說真的要這樣子 她說阿不要怎麼辦 我說還好了 剛才我討你錢 我英語講完 是不是 也有英語資深 英語是Guard的雅號 我說我來給妳救了 要怎麼救我這兩個子女呢 我跟她媽媽說 我說去買冰淇淋 我買冰淇淋 以後妳也是 妳要讓妳孫子訓練 妳就要冰淇淋給她吃 冰淇淋給她吃 讓她用甜的 這樣了解嗎 用甜的效果非常的好 美國人吃冰淇淋都是這樣吃的 甜不要在家裡 效果不大 到外面去 人越多越好 妳了解嗎 就是這樣 但是妳先跟妳老公做個溝通 老公妳不要跟她媽媽 因為譚先生老師有教我們教妳訓練 訓練TH的發音 妳了解嗎 我的弟弟跟我講說 唉唷 兩個在感冒 不可以吃冰淇淋 我說當時不感冒 我很難得回來又感冒 怎麼辦 我在想說 那家裡有什麼東西就拿來 妳說家裡有買香蕉可以嗎 我說香蕉也可以啦 香蕉拿來 家裡也沒半半糖 還有香蕉啦 香蕉也可以 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 我就一人給我子女一個香蕉 那我也一個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大伯跟你比賽 我們要比賽吃香蕉 比賽吃香蕉怎麼比呢 比賽吃得慢 吃得慢冠軍的 那大伯就買禮物送她 是不是 那小孩子很單純嘛 香蕉就都開 我說 該我了該你 該你 那這樣子 妳有意思嗎 我們在比賽吃香蕉 我就在訓練他們TH的發音 我媽媽七十幾歲了 從房間出來妳知道 看到我那個畫面 妳給我打下去 我說一聲妳是怎麼樣 打開孩子大歲 我媽媽說這樣罵我 我跟我媽媽說 阿布妳想哪裡去 這是金蕉呢 我媽媽說 不管不管 妳不要把我打開 你看 那老人家沒辦法接受 我什麼辦法 你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的觀念 真的要讀英文 觀念要改變 好不好 那第一個的話 怎麼樣有趣 下面有趣 有趣就是這樣 怎麼樣能有趣 我們不要跟別人比較 自己跟自己比較